开悟觉醒的人会死吗? 如果再入轮回,还能保持觉醒的状态吗? 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有浅谈》,我是苏普 上期视频,我们讲了原神觉醒就等于是看见了回家的路 就可以选择跳出轮回,回到道体中去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继续游戏 那么,回到道体后会怎么样呢? 就是被清空所有累世的记忆 然后又会被道体抛洒进轮回 那有些人就疑惑了 那我费尽艰辛,修行,要摆脱轮回,还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 既然被清空了所有记忆 那就是一个全新的原神了 跟累世的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又有人疑惑说 既然原神刚从道体中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沾染任何的洗衣器尘土 那它是不是很光明,很清明的吗? 那第一世的我是不是就像神仙一样 心境大光明,并且更容易得到成仙呢? 我们在诉说《道德经》中反复强调 道体是无私无情的 所以才形容原神从道体中来 就像蒲公英被风吹过一样 漫无目的的四散播种 这些种子可能落在地球上生根发芽 也有可能落在了牛粪上 根本不会生根发芽 所以当原神从道体中来的时候 并不是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 就必须做一个地球人 这个概率极低 还有可能是落到了苍蝇蚊子身上 一出来就被拍死了 根本连做人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有没有可能一洒出去就是天人呢? 这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要明白 原神初始都是随机的 能成为人很难,要好好珍惜 那么如果是生命层次很低的生物 要想一步一步修上来 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事了 而出来乍到的原神 就好比一个婴儿一样 没有累世的余席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人 更不知道要修行了 因为他什么都还没有精力呢 就好像一个U盘一样 虽然他功能具足 但是在没有任何数据之前 他完全是空的 有些人想不明白 一个开悟的人 他既然都觉醒了 为什么还不舍得离开游戏 还要在虚妄中获取 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成就感 和所谓的美妙体验呢 他为什么还要带着队友玩 这是不是还有我的概念 还有执着呢 我们首先要明白 觉醒和无我的关系 原神他就像一个数据的载体 他本身是如如不动 不够不尽的 他当然没有我的概念 但是当你存进去数据后 那你说这些数据是他本身吗 真正的觉醒 是你意识到自己 是这个优盘本身 而不是里面的数据 那么想不想擦除数据 就是你说了算 一个人要真正的开悟觉醒 并不是如常人所认为的 说要借除所有的余习 真正的关键点 是放下一切执着 完全不著想不着想 因为原神本体清静的 像镜子一样 物来则印 物去不留 而不是像一些顽空的理论认为 连客观的事物都不存在了 觉醒的人 就像是穿着衣服的原神 而时神于习 则是身上的那些衣服 那么一个人 在开悟觉醒之前 都会错把这个衣服 当成是真正的自己 只有当他真正觉醒之后 他才会意识到 衣服包裹之下的 这个身体的存在 更深刻的明白 累世的余习 只是一件件衣服 不想玩了 脱掉衣服就可以走了 所以当一个人觉醒后 面对他的 首先就是两种选择 要么脱掉衣服离开 要么穿着衣服 继续游戏 那好不容易修到觉醒 为什么还要保留余习 继续玩这个无聊的游戏呢 我们要明白 人累世这些余习的本质 其实就是人的心念 比如你从小到大 一直以来都想干一件事 但是出于胆小 懦弱各种原因 顾虑也好 什么也好 始终没有达成 但你觉醒后 就有可能毫不犹豫的 把这件事给干了 好了 这个心愿了了 这个心念也就断了 把衣服脱掉了 就走了 当然 你也可以一直穿着这件衣服 就比如释迦牟尼佛 他修行的初衷 是看到众生皆苦 想要找到一个 帮众生解脱痛苦的办法 那么 当他在菩提树下 正到第九定 受想灭尽定的时候 他已经觉醒了 他这个时候可以走吗 当然是可以的 并且 当时在佛觉醒的第一时间 波寻魔王就已经请求过 让佛直接入面 那佛为什么没有走呢 因为他还没有把这个解脱的方法 告诉众生 没有传到传法 所以度众生就是他的心念 是他的衣服 当佛在传法四十九年后 波寻魔王又来祈求佛说 您老人家可以走了吧 传法也传的差不多了 佛其实依旧是不想走的 你能说佛没有开悟 没有觉醒吗 只不过是因为答应过波寻 佛法已经谱传 四种弟子聚足 也没有人再请佛注视了 那么这个念就断了 所以佛才视线了 涅槃入灭走了 自此不再入轮回 永远的离开了 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 无语涅槃 包括一些像男师一样的人 他觉醒了 但肉体繁胎终究会衰老 会生病 会死 但是他传到的心念还没有断 这个肉体消亡后 他的音声是清明的 大光明的 那他就成愿再来 难道他们不知道 回到道体是彻底的解脱吗 所以说一个人觉醒后 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的确是有了绝对的自由 但并不是说 什么都一下子空掉了 没有了 原神本身确实是空的 回到道体更是空空如也 但是为什么非得要空呢 所以一个觉醒的人 能不能做到无我呢 会不会有分别心呢 就如同我们前面说的 意识到衣服里 那个原神才是本体 那个本体是无我 没有分别的 要不要脱衣服 是他的选择 但是脱不脱 对于他本身 已经没有分别了 衣服只是予袭而已 没有人会被衣服所掌控 倒是衣服 可以随心所欲的 想换就换 所以对于 觉醒的人而言 做一件好事 和做一件坏事 其实是一样的 人类的道德是非观念 是社会属性建立起来的 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 道体是自然的 原神也一样 并没有道德的观念 只有自然而然 但是有些人习惯做好事 有些人习惯干坏事 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 觉醒的人 就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可能是个谦谦君子 也有可能就是个地痞流氓 因为于其有好有坏 比方说 一个人他有抽烟的习惯 那么有一天他突然觉醒了 他还想不想抽烟呢 他可抽可不抽 他不会想抽烟好或者不好 只有他想不想 他要不想抽 脱掉这件衣服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说 我可以选择脱掉一件外套 还穿着内衣 只要是这一拖啊 就全部脱光了 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他了 所以他只要还穿着衣服 就还是游戏里那个角色 所以一个觉醒的人 他在别人眼中 可以是最平凡的那个人 仍然是父母的子女 是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你可能不会察觉到他的变化 可以说 觉醒之前是他在活着 而觉醒之后 是他在看着自己活着 哪天他想脱衣服了 他就走了 念一段就全部空掉了 就相当于按下了格式化按钮 所以觉醒的人 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把衣服当做自己 至于要穿哪一件 冷暖眉仇 你都是身不由己的 将要面对怎样的人生 人们也很难有真正选择的余地 还有一些人说自己开悟了 自己有多么全知全觉 与众不同 这其实根本上是错误的幻想 或者伪装 因为觉醒开悟 也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 一下什么都知道了 首先 开悟分见悟和顿悟 见悟就是你不断的修行 精进 一点点的 证悟到一些实相的东西 注意一定是证悟 而不是礼物 因为礼物是很简单的 比如我跟你说一个道理 你听懂了 就是礼物 但是礼物并不究竟 因为它不是你自己悟到的实相 比如说我跟你讲 海南很好玩 风景怎么好 那海怎么样 风怎么样 吃得如何如何 你听了也觉得很好 但是你没有亲自来过 没有真正的感受 可能你来了之后 发现不是我描述的这样的 那么证悟就是你真的也来过这了 感受了这里的风 这里的海 吃了这里的食物 那么你会发现 有些人说海南这样 有些人说海南那样 但都不完全是你来过以后心中的那个样子 因为啊 这里边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表达和描述的差异 那么你理解成什么样 那是你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每个人主观感受的不同 所以佛说 所谓佛法者是明佛法 实相啊 只要一表述出来 都不是那个东西 更何况 一些实相根本无法用语言去描述 所以一个觉醒的人 看到真正的实相 是语言难以透彻描述出来的 即便是勉强描述 也不能完全精准 因为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所以更有可能说出来会颠覆人们的认知 被当成是狂言妄语 所以他们才选择性的说 当然也可以不说 或者包装一下再说 所以佛才说 不可说不可说 也正是因为不可说 证悟的人太少 错误的观念 被普遍的传播变成了主流认知 所以真理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难以传播甚至被人诟病 我们再说回来 那么什么是顿悟呢 素普说的这个顿悟啊 也并不是禅宗所说的那种顿悟 禅宗的这个顿悟是明顿悟 还是有一定修行积累的 而素普所说的这个顿悟 是你从来都没有修行过 突然一天就觉醒了 就像素普之前讲过的 民国时期 一个因摔跤而开悟的农民一样 他大字不识 也没有练过功 不会打坐 不会念经 这就是顿悟 然而一个人能够顿悟的真正原因 是他累世的修行中已经觉醒开悟过了 虽然说过去是他开悟了 但是他依然逃脱不了这个自然法则 再入轮回也照样晦靡 那么即便是开悟觉醒的人都晦靡 就更别说那些还没有觉醒的修行人了 所以啊 你看藏地的那些高僧缘济之后 都要吩咐弟子去哪里哪里找他 否则来世他自己迷了 不接着修怎么办呢 即便是这样 也是要修得相当亲民才行 才能让自己选择投胎的去处 所以啊 即便是开悟觉醒的人 他只要还有一念未了 只要还不想离开游戏 想要再进入下一季游戏继续玩 那就一样会迷 但是他们会随着某一个节点的到来 再度醒悟 就像佛从上一世开悟的角色 到另一个角色 释迦牟尼时 他就是佛家所说的有余涅槃 他还有一个度众生的心念未断 他还要再入轮回 那么当他再度出生时 元神还没有沾染于洗 所以才能说出那句 天上地下为我独尊 但随着逐渐的蒙尘 也一样会陷入王子的欢愉中难以自拔 直到一个节点 一个思考 一个声音 再次唤醒他 他便再度走上开悟觉醒之路 依然会成为开悟者 那么如果想要不迷 不想一直重启游戏 那势必就要修命功 把这个身体修得很长寿 就如同我们之前在 阴阳元神那期中讲过的 可以练出阳神 无限复制肉身 这是其中一种长生的方法 现在我们知道 过去是没有开悟的人 是不可能真正顿悟的 只能是见悟 那么既然存在见悟 就有悟的层次问题了 所以有大悟小悟 但是只要不是认识到 那个根本不接通道体 那就都不能是真正的觉醒 顿悟觉醒的人 也不是一下什么都知道了 什么累世的记忆都想起来了 而只是他接入了这个网络 有了访问数据库的权限 那他也可以不去访问查找 他也可以去定中打开这些记忆信息 找到累世的记忆 就像可以登录一个 存满数据的电脑 你打开一个文件夹 获取一些信息 再打开一些 再看到一些 所以说一个觉醒的人 走不走全凭他个人的心念 成恶扬善 亦或是作恶多端 他根本没有人间善恶对错可言 你或许觉得 人生实在是太无聊了 你要走 这没错 就是无余念了 你或许觉得 能不断看到宇宙的实相 能看见自己累世的趣闻 这很有意思 值得逗留 这也没有错 还是有余念 但是当你达到这种状态之前 在你没有这些选择之前 一切你自认为会做的决定 都只是你的幻想罢了 人之所以要修行 就是要破掉这些虚幻的幻想 让自己真正的选择 成为生命实相 真正的主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